主要我们先要跟他们做一个朋友 真诚的信仰是最重要的 三位资深职工分享着自己以前承担义德妈妈 陪伴慈亲的经验 要用妈妈心去爱别人家的孩子 对于台下的部分职工来说是个挑战 其实很压力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又不是妈妈 因为师姐他们说要用妈妈心菩萨心 怎样走进那个家庭 我觉得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学习 由于慈激辛亚助学金的延伸 在2014年开始落实慈善教育助养专案 在慈激八生之会共有129位职工 组成三门一组 负责关心84位助养学生 由于助养专案不同于每月进行的方式 因此助养专案小组特别安排了说明会 让参与此专案的职工们 能够更清楚自己的责任 尽量是说一种人文 生活的教育 如何做一个品行 品德 好的孩子 让他知道我们跟他就是一种陪伴 好像朋友这样的 可以无所不谈的 陪伴孩子需要有技巧 更何况不是自家的孩子 志工们虽然心有忐忑 但是为了协助逆境中求上进的孩子 志工们勇于承担 不想太多 单纯去做就好 因为当你去那家庭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 你会想到方法怎样跟他们互动 我是觉得我们批持的那种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凭做一个妈妈心不懂还够吗 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如何进入小孩的中心 我们也是要做功课 要看些时机这样 要进修 刚过的快乐成长营 是助养学生与志工的第一次接触 相信接下来的日子 志工将会集合菩萨心 妈妈心 爱心及耐心 与孩子们一起学习成长 待新闻马来西亚巴生 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